你是否曾经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 一帆风顺 而有些人却总是在原地踏步 困难重重 其实成功的秘诀并不复杂 那就是认知的觉醒 认知觉醒 它就像一束明灯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让我们看清自我和世界的真相 那么如何才能点燃这盏明灯 扩大我们的认知半径呢 接下来我将为你揭开这个秘密 首先我们要明白 认知半径决定了我们的视野和格局 它就像一束光 照向世界的宽度和深度 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多少 理解多少 因此要想走得更远 看得更多 理解得更深 我们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认知半径 在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是通过扩大自己的认知半径 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比如 孔子通过深入研究人性与社会的关系 提出了仁爱和礼意等思想 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诸葛亮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 成为了智慧的化身 为蜀汉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伟大人物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认知半径 他们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 勇于探索无知的领域 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反思自己的错误 不断改进自己的认知 扩大认知半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耐心 但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层次 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正如孔子所说 学而时习之 不亦越乎 只有不断学习 思考和实践 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和成长 想要扩大认知半径 我们需要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 好奇心是驱动我们探索未知的内在动力 当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时 我们会主动去探寻更多的知识 了解更广阔的领域 求知欲则促使我们持续学习 不断进步 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我们才能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 学会独立思考 是扩大认知半径的关键 独立思考能够帮助我们 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判断力 在面对问题时 我们不能盲目跟从他人的意见 或看法 而是要学会自己思考 自己分析 通过独立思考 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问题 把握事物的本质 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另外 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也是扩大认知半径的重要途径 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我们可以从失败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我们要勇敢面对失败 正是失败 从中反思自己的错误 总结经验教训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扩大认知半径 还需要我们勇于尝试新事物和接受挑战 勇于尝试新事物可以帮助我们拓展视野 接触不同的领域和思维方式 接受挑战则能够锻炼我们的意志力 提高我们的抗压能力 通过不断地尝试新事物和接受挑战 我们可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 此外 与他人交流和互动也是扩大认知半径的有效方式 与他人交流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的观点 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 与他人的互动则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 共同成长 通过与他人交流和互动 我们可以不断吸收新知识 新思想 新观念 从而扩展自己的认知范围 最后 我想用一句名言来总结这篇文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只有不断扩大自己的认知半径 追求更高的境界和更大的成就 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启发你的思考 点燃你的激情 激励你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